好来跟进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 车臣爱赫马特特种部队司令阿劳金诺夫少将 在23号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并没有放弃要突破 库尔斯克核电厂防线的尝试 但目前乌军的资源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来看一下我们前线记者发自库尔斯克的战地报道 我们现在从库尔斯克到库尔斯克核电厂的路上 从库尔斯克南郊出发进入库尔斯克核电厂的区域 用不了半个多小时 38K 017公路路晃非常好 俄军在这条公路上构筑了多条的防线和反坦克的号沟 车臣特种部队和顿巴斯国际十五旅等部队 正在这个上面上进行作战 我们组织分析的线 11奥的线是11奥尔斯克核电厂的线 在这条公路上进行购买 我们从库尔斯克核电厂的阶构 通过取消电厂的线 这条公路上进行发生了 不准备 亦在3组合上进行购买 预加上进行购买 而在3组合上进行购买 他们能够尽量到达人的线 阿老吉诺夫表示 目前已经建立了几条准备充分的防御梯队和永久固态的防线 周一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攻击库尔斯克前线的科热涅夫斯基地区 和苏宅斯基地区的南部 当天乌军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反击行动 根据俄方技术侦察公布的公开信息 俄军截获乌军关于在库尔斯克前线执行战场纪律的命令 对任何试图逃离阵地的乌军官兵就地阵法 此前这只是乌军前线指挥官们不沉稳的个别行为 根据乌军战俘的证词 目前在库尔斯克前线作战的乌军道德和 心理状态相当低 此类案件主要是发生在前囚犯族 至乌军入侵库尔斯克地区以来 乌军的此类案件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俄军事专家分析 在库尔斯克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正试图分割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库尔斯克集团 积极制造出突击的缺口 即突击部 从上周开始 俄军突击队已将主攻转向乌军控制区的中线 即斯威尔德利科沃 由于乌军在刘比莫夫卡集结了重兵 俄军的攻击变成了拉锯战 此次俄军集中散兵76师精锐的团队向南拓展突击 俄罗斯指挥部的作战意图很明显 切入乌军防守部队的后方 俄军穿插编队与位于苏宅斯基地区西部的 顿巴斯民兵部队会合 并形成关门之举 试图通过合围 切断武军返回苏美的企图 和专家分析 此次军事行动的企图目标 可能会像马里乌布尔一样 但是乌克兰指挥部已插绝俄军的企图 周一的当天 乌克兰军队袭击了 科列涅沃东南部的奥布霍夫卡 科列涅沃东部的马里耶夫卡 苏甲土部的马拉亚洛克尼亚 以及苏甲东南部的普列霍沃 富豪卫视的日光 以外 拉麦 库尔斯克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